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321集 徐止情微微一愣,这林三整日嘻嘻哈哈的没个正经 今儿个怎么像双打的茄子似的蔫儿了,莫不是真的受伤了? 瞧瞧小脸一红,偷偷看了萧夫人和徐止情一眼,便情书胸怀将林婉容抱住 可爱的小脑袋顶到大哥下巴,温柔道 大哥,不怕,大不了从头来过,本来我们就什么都没有的 林婉容放头在她怀里拱了两下 柔软细腻的风乳让她心里慢慢平静下来 阵阵淡淡地幽香喘入鼻孔 她拼命地嗅了一下,抬起头道 唉,小宝贝,我知道,你放心 真要到了那天,大哥宁愿什么都不要 就只要你们几个老婆,好不好 没志气 徐止情听到她的话,忍不住眉头轻皱 哼了一声,声音不大不小,正落入林三耳中 林婉容抬头看她一眼,恶狠狠的 志气能当饭吃吗? 徐小姐,你先分清五股杂粮再和我谈志气吧 我怎么分不清五股杂粮? 你不要将天下女子想得那般不堪 乔乔妹妹,你大哥除了会在你面前耍威风之外 其他的也就稀松平常,你可不能惯着他了 方才林三进去见皇帝 萧夫人早已介绍乔乔与徐止情认识 女人天生都是自来熟 说了一会儿话,便姐姐妹妹地叫了起来 乔乔摇头道 徐姐姐,你说的不对 我大哥是天底下最奇特的男子 谁也比不上他 你要与他多接触几回,就会明白了 萧夫人好奇地看了徐止情和林三一眼 摇头一叹道 志气,你对着林三像极了以前的语弱 徐小姐不解她话里的意思 夫人微笑摇头不肯说话了 不管怎么说 老皇帝对林三还是够意思的 最起码赐给他的这宅子足够大 给足了面子 林婉容来来回回地巡视一圈 眉头却一直没怎么舒展过 巧巧见大哥颜色不善 便乖巧地跟在他身边 一声也不敢发出 林婉容忽然停住脚步一探道 唉,小宝贝 待会儿我给你找些人来 你指挥他们 把这宅子打扫一下 巧巧犹豫了一下道 大哥,我们真的要来这里住吗 林婉容好奇道 那怎么,你不愿意 巧巧轻轻摇头 不是的,要是我们都搬来了这里 那肖大小姐还有夫人都怎么办呢 我们与他们可是一家人 林婉容一乐 还是这丫头深知我心啊 嘿嘿,放心吧 你说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到时候把他们也搬过来就可以了 反正这园子这么大 住几百个人都没问题 大不了,我努力点多赚点钱 巧巧奄然一笑 紧紧抱住他胳膊道 大哥,你真好 其实你不用那么辛苦的 我都盘算好了 咱们这次到京城 我就把石为天开到京城中来 大哥又认识皇帝 到时候开业了 你就把皇帝他老人家也请来 那才为我们撞门面呢 林婉容倒吸了口凉气 这丫头比我还敢想啊 你以为请皇帝是切白菜抓萝卜的 一拿一个准啊 他轻挑的在瞧瞧小脸上摸了一把 点头笑道 请皇帝嘛,可以试试 小宝贝 那就这么说了 大哥现在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官了 不搞点实业 实在对不起皇帝的信任 你找大小姐帮帮忙 一起去看地段 寻好了地方就跟我说 我在军中认识不少人 到时候大家把假裸一穿 带几队兵马 保准他多牛的钉子户 也得乖乖给我让路 宝贝 大哥是不是很聪明 乔乔哥哥娇笑 又想起了当日在金陵他巧取豪夺的事情 心里充满了温馨 萧夫人在后面听得直摇头 还好这林三是我萧家的家人 若是他换了地方和我萧家对着干 还真没人能应付得了他 乔乔性子急 见这么大的宅子满是灰尘 便立马张罗着要收拾起来 徐止情对乔乔倒挺够意思 从自己家里派了二十几个壮丁 由他亲自带队 帮助乔乔一起收拾 两个女子叽叽喳喳 萧夫人也来了兴致 四处指点该如何布置 三个女人一台戏 倒将林婉容晾在了一边 巧巧心急 却还有比他更急的 林婉容想着老皇帝说的事 心里烦躁 正要出门走走 却见门口守着一个高鼻子的帆帮人种 林婉容认得他 昨日为阿史勒送汉血宝马来的就是他 阿里巴巴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林大人笑着喊道 心里私存着 突厥人的汉血宝马老子还没试过 应该找个时候骑上一骑 他日要是和老皇帝闹翻了脸 老子跑路用得上 大人 我不叫阿里巴巴 我叫哈尼巴 高鼻子突厥老纠正道 林婉容打了个哈哈道 都一样都一样 哈尼巴是你们突厥语 一成我大华语言 你的名字就叫阿里巴巴了 话说阿里巴巴是天方夜谭中一个很著名的聪明人物 我瞧你浓眉大眼 仪表堂堂 那智慧和他应该有的一拼 我说阿里巴巴 哈尼巴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哈尼巴被林大人一番话打得有点晕 怎么还没说上两句话 那我的名字就被林大人篡改成阿里巴巴哈里巴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甭告大人 卢东赞国师和阿时勒大人吩咐 今日请你赴宴 小人是专程来接您的 哈尼巴貌似恭敬地说道 林婉容抬头望了一眼 只见日头刚过正中 顿时好奇道 我说阿里巴巴呀 这才中午啊 你要请我吃饭 也用不着这么早吧 哈尼巴摇头道 大人 不敢早不行啊 阿时勒大人听说 您同时答应了高丽王子和成王爷的邀请 今夜到底去哪里都说不定 他交集万分 特意叮嘱了小人早早到来 小人早晨便出了门 去了您店里 那里的人说 您出来看房子了 我就一路寻到这里 早晨就出了门 林婉容憋住笑 没让你小子寻到通州去 那算对得起你了 他点点头道 阿里巴巴 你的大华语说得很好 是谁教你的 哈尼巴抬抬头 骄傲道 我所在意的部族 与大华时有通商 想学大华语不难 但是你们大华语过于粗糙 比不上我突厥问字 你哈得说笑吧 就你那几个蝌蚪粗糙的 跟没进化好的瘦精卵似的 也能跟我堂堂正正的方块字笛 林婉容嘿嘿一笑道 嘿嘿 灰化肥发黑 黑化肥发灰 阿里巴巴 你跟我说一遍 哈尼巴张口结舌 林大人哈哈大笑 起步就往前走去 哈尼巴急忙跟上去道 大人大人 阿时勒大人还在等您呢 这些突厥人如此急切地请我去 到底是要干什么呢 难道真的要送我两个胡鸡 突厥人卷头发 高鼻子 蓝眼睛 厚嘴唇 小妞应该比较适合跳钢管舞 林大人顿时来了兴趣 笑道 嘿嘿嘿 既然你家大人如此孝顺 那我就去看看他吧 阿里巴巴 孝顺的意思你不懂吧 哈尼巴摇摇头 林婉容摆摆手道 嘿嘿 那就快快备叫吧 我还等着你们孝顺我呢 哈尼巴急忙摇头 大人 我没有叫子 我们突厥人马背上出声 出行全靠马匹 想得给您准备了快马 你看 他手指塞进嘴里 打了一声口哨 啪哒啪哒一阵提声清晰可闻 远远的两匹突厥大马迅速奔来 这两匹大马虽然比不上汗血宝马那么神俊威武 但体格高大骨架粗壮 一看就知道是善于奔跑的 大人请上马 哈尼巴将马缰绳递到他手里恭敬说道 哈利巴巴 你们不是有汗血宝马吗 快先弄凉皮我骑去 林大人念着汗血宝马的事 见哈尼巴拿了两匹普通马来糊弄自己 心里老大的不愿意 便直接开口道 这个 哈尼巴尴尬道 实话不瞒大人 我突厥虽产汗血宝马 但汗血宝马极其珍贵 非常人所能得 此次二十六大人带来了十匹汗血宝马 其中两匹送给了大人年 其他的送给了 我们大人手上也没有汗血宝马了 你压得 才送了我两匹就没了 老子那么多老婆 以后要是跑起路来 那还不得人手一匹啊 他鼻子里哼出一声道 哈利巴巴 你们不够孝顺啊 你们突厥人 善于马术 常年和我大华打仗 难道骑的 不是汗血宝马 哈尼巴哈哈大笑道 听这话就知道大人年 是没有去过北地的 我突厥人 善于马术不假 但汗血宝马乃是天神赐给的礼物 珍贵无比 怎么可能用作战马 我们的战马都是挑选最劣质的汗血马 与普通马杂交所生 就像您看到的这两匹 虽然经过多年繁衍 与汗血马的血统越来越远 但也绝非你们大华的矮错马可比 马的 原来骑的都是杂种马 林大人黑黑一笑分身上马 在那匹狐马背上狠狠拍了一下 两匹大马便甩开皮子向城外飞奔而去 突厥人果然都是天生的骑手 林大人是在马背上打过仗的 论骑马术绝不算差 可是这哈尼巴纵马飞奔 骑术比他还要精湛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